女友认为乔建国绝对不是掏肠恶魔 她说 乔建国释放以后 家人对她还是不错的 父母姐姐让她居住在家中 给了她基本的生活费 劳教三年期间 乔建国终于戒毒成功 她还是爱喝酒 相比吸毒 已经是好多了 可以重新做人了 乔建国是劳教过几次 也没有干什么大的坏事 只是一次盗窃和两次吸毒 她身材高大健壮 长得也不错 有男子气 2004年 3月14日 我在酒吧喝酒时 认识了刚刚出 劳教所的乔建国 我们两人一见头缘 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 并同居了 准备近期结婚 我在社会上创当多年 有自己的店和积蓄 正想找个男人 一起好好做生意 我和乔建国 决定恋爱关系后 决定去北京 做兰州拉面的生意 我们已经做了 前期的筹划 连在北京的店 也看好了 你们说的乔建国 多次离开张业 是躲避警方的调查 这是瞎才 8月10号 我先去北京 谈面店的事 邱建国 也在8月25日 从张业坐火车 到北京同我会合 我们两人 在北京住了几天后 为了找一个拉美师傅 我让他独自 于8月31日 返回张业 找到师傅后 他又于9月5日 从张业乘火车回北京 谈好店的事 下面就是要付租金 我让乔建国 于9月17日 再次返回张业 从家中拿些资金 以上的来往 完全是为了做生意 根本不是 什么躲避警方调查 回来后 乔建国还打电话 叫我也赶回张业 他说是 全家好好过个中秋节 然后在张业举行完婚礼后 再一起去北京开店 我9月26日返回张业 才听说你们 已经把乔建国围在家中 自从和乔建国认识以后 直到在北京 最后一次见面分手 我已经和乔建国 相处数月了 期间我们都同居在一起 我对乔建国比较了解 我从来没有发现 乔建国有什么反常的行为 也不相信 他会做出 逃长这种惨案来 当然 乔建国经常喝醉 酒后 偶尔也会闹闹事 但哪个罪汉 不闹事呢 乔建国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很珍惜和我的这段感情 也想好好开面店 好好过日子 我们的店 马上就要开业了 马上还要结婚 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想 他都没有理由 去做那种残忍的事情啊 一同来的乔建国的母亲 也表示 儿子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看到乔建国同女友关系很好 又要开店 我们都很高兴 我和他的几个姐姐呀 都兴高采烈地收拾新房 为他做结婚前的准备工作 惨案发生的那段时间 我和老伴都在四女儿家住 家里只有乔建国一个人 就在9月20日 凌晨小花案件发生的早上 我还回过一次家 乔建国喝得醉醺醺醺地躺在床上 我就给他盖好了被子 拉灯后 在下楼的 听说你们调查他 我和他姐姐问 掏场案件 是不是他干的 他也一口否认呢 听了乔建国女友 和母亲的介绍 警方 也颇为狐疑 掏场恶魔 有可能一边谈恋爱 一边这样的掏场杀人吗 这显然不太符合常理 根据之前的罪犯分析 掏场恶魔应该是一个 极度仇视社会和女性的人 正常来说 掏场恶魔应该是 社会边缘人物 或者社会底层 家庭关系不和睦 尤其同母亲或者女友的关系 不和睦 这才会杀人掏场 报复社会和女性 诚然 乔建国之前 确实符合这个标准 他34岁的年纪 就劳教10年 又没有正当的工作 而且还吸毒 似乎人生 已经没有了什么纸吧 可是 认识这个女友 或者说未婚妻以后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乔建国已经戒毒成功 生活感情事业 已经完全地走上正轨 甚至还有出人投地的可能 而母亲和姐姐 对他很好 全家为了他们面殿的事 和婚事忙来忙去 乔建国身边的女人 个个都对他不错 他压根就没有极度仇视的女人 就像女友说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乔建国似乎没有作案的动机 也不符合掏偿恶魔的心理呀 就从作案时间来看 似乎也不太可能 8月10日 女友刚刚离开乔建国 去北京筹备生意 两天后的8月12日 乔就杀死阿林还掏偿 9月17日 和女友在北京会面 返回张业仅三天后 他就袭击了小花 和女友家人相处几件 他们都反映了 乔建国一切正常 那么 为什么刚刚一离开女友 乔建国就迅速的作案呢 这说不通啊 一般 连续变态的杀人犯 都是因为工作 感情陷入绝境 才杀人泄愤 还从没听说过 有谁生活感情 变顺利以后 还抢着杀人呢 不过呀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警方自然是要先抓捕 乔建国 再说下话 专案组的负责人 亲自同乔建国对话 答应 由其母和女友 接他去做尿检 对峙了九天九夜后 二十九日的下午四点 乔建国 乔建国终于同意 去做尿检 刚刚下楼 乔建国便被埋伏的民警 抓获了 警方立即对乔建国 进行突审 审讯中 乔建国承认 袭击曹某和彭某的案子 确实是他做的 不过 这都是酒后 骚扰妇女的案件 绝不是杀人 对于袭击曹某的案件 乔建国的解释是 当天我喝多了 在烤肉店门口 看到一个女青年 离我不远打电话 最眼朦胧的 我觉得她就是那个报警的 卖淫女何某 那个案子 你们也知道 何某骂了我 抓了我的脸 我才推了她 拿了她的手机 后来我把手机还给她 她居然还报警 还让我赔了医疗费 这事后 我一直挺生气 我上去一把就掐她的脖子 将她摔倒 问她是不是何某 我发现她不是何某 加上那个女的 高声尖叫 还有人跑过来 我就走了 对于袭击彭某 抓她下身的案子 乔建国也有说法 我是抓了她 这我承认 我当天去那个小区 找人要账 敲错了门 那个女人开门以后 我觉得她的打扮 是个卖淫女 就要求嫖娼 还出了架 彭某不愿意 还骂我 我一怒之下就推倒 吹了几拳 抓了她下身一把 然后就走了 对于阿玲和小花的遇害案 乔建国却坚决不承认 在审讯中 她翻来覆去的就是一句话 这两个案子 真不是我做的 你们要是掌握了证据 就枪毙我吧 确实 如果说所有的案子 都是乔建国所为 也存在逻辑上的漏洞 三起骚扰妇女案 对手都是二三十岁的成年女性 其中两人已经结婚 但阿玲和小花 均是不到二十岁的小女孩 同她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之前分析认为 歹徒是个懦夫 只敢袭击小女孩 但乔建国承认的案件中 显然她都是肆无忌惮的 袭击成年女性 通过警方和乔建国的交锋来说 这家伙呀 性格强硬 身体粗壮 面对警方这么多人的围堵 乔建国能够坚实九天不投降 说明这死非常的不好对付 那么 这就同之前分析掏肠恶魔 是个懦夫的结论 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可是有意思的是 很快乔建国就认罪了 官方的叙述是 办案民警给他讲政策 讲法律 讲人生 讲亲情 讲危害 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啊 办案民警呢 也都尽量的满足 最后 乔建国的心理防线 终于崩溃了 于第二天下午的五点 向办案民警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 张业警方随即公布案件的侦破情况 表示 掏肠恶魔已经被捕 凶手就是乔建国 官方公布的乔建国的供述为 杀死阿林是因为约会爽约 8月11日 正在甘州区转悠的乔建国 碰上了正在此处等待朋友的阿林 乔建国 见阿林独身一人 就上前要和阿林谈朋友 随后 乔建国将自己三次坐牢等人生经历 告诉了阿林 阿林拒绝了乔建国的无理要求 乔建国依然强行要求 阿林12日与他约会 按照约定的时间 没有见到阿林的乔建国很是愤怒 大量饮酒后 乔建国开始到处的寻找阿林 在西关三社 阿林的租住地附近相遇 气愤的乔建国 对他进行了痛骂 强行进入了阿林的出租屋 当晚十点左右 乔建国将阿林从宿舍拽出 冒着大雨和泥泞 拖到土路旁边的小树林 将他活活掐死 稍后 凶残的乔建国竟然对尸体 实施了残忍的掏肠 然后返回家中 至于对小花掏肠一案 则是报仇时认错了人 9月19日的深夜 乔建国与朋友在甘州区某酒吧 大量饮酒后回家 在东街某牛肉面馆附近 乔建国遇上了出来小便的小花 在醉酒状态中的乔建国 看到小花的身影与何某很像 就动了报复杀人的念头 小花走入小巷的时候 乔建国突然抓掐他的脖子 小花带着当地口音的尖叫声 使乔建国意识到他认错人了 乔建国害怕小花报警 还是将他掐晕 从厕所旁边 拖到就近的一个楼道口 对小花实施了残忍的掏肠 赶出来寻找小花的老板娘 惊吓跑到乔建国 他逃离现场 回家睡觉 该案件影响巨大 2005年的1月17日 张叶氏中级人民法院 对涛长案进行公开宣判 涛长恶魔乔建国 一审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由此 一些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 2005年的1月6日 上午8点40分 身着军用绿绵衣 下穿牛仔裤的乔建国 被罚警从看守所 带到甘州区法院的候审师 9点整 庭审正式开始 没有想到的是 乔建国态度傲慢 始终昂着头 他只承认了三起 骚扰妇女案件 是自己所为 对杀害阿林 残害小花的两起案件 当庭翻供 拒不承认 是他所为 乔建国是这么说的 前面的三起骚扰案 我都承认 但后面的两起杀人案 我确实没有干 当时是公安人员 把我围攻了七天 我 我猜 此时法官说 你在口供中说 你把阿林脖子掐了几分钟说不清 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死了 就用手从阿林的阴道中将肠子拉出来 这不是真实的 我确实没有干过这些事 如果我干了 我就敢承认 你们说有证据 如果真要是有我的指纹 血迹 我希望你们能当庭处事 只要能拿出来 我就承认这个事是我干的 马上枪毙我都行 你口供中还说 趁被害人小花不备 掐住他的脖子 将其拖至该楼的七单元 一楼至二楼的平台处 从他的阴道内将肠子拉出体外后 逃离现场 这件事真不是我干的 我和小花的供述相互矛盾 怎么能作为证据使用呢 你们说有证人 我要求和所有证人当面对峙 乔建国的律师也认为 干案没有直接的证据 只有乔建国的口供和小花的辨认 但是小花年龄小 事发突然 不能排除把人辨认错的可能 而且小花辨认出的照片是五个人 不是一个人 这些证言均是9月30日左右做的 当时乔建国已被锁定为犯罪嫌疑人 所以证言不可避免的带有倾向性 且在证言中带有个人的主观色彩 以上的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小花受害的事实 不能证明是乔建国所为 同时乔建国的供述和几个证人的证词 以及现场情况具有很多不符 在17日 一审判处死刑后 乔建国当庭表示上诉 甘肃省高院通过审理认定 乔建国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 犯罪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发回张业市中级法院重新审理该案 2005年的8月18日 早上9点 张业市中级法院 再次对乔建国掏偿案 进行二审 可是奇怪的是 第一次是公开审理 而第二次呢 却变为了不公开审理 除了被害者的直系亲属外 任何人不许旁听 连乔建国的家属 也不许进入法庭 在当天的庭审中 乔建国仍不承认 两起掏偿案件是自己所为 乔建国的说法不变 我的口供 是公安人员 对其引诱 提示 逼迫的结果 我虽然有过三起骚扰妇女的案件 但我从来没杀过人呢 2005年12月下旬 张叶中院二审干案后 再次做出死刑判决 乔建国又一次当庭提出上诉 庭审上 乔建国的一番话 很有意思 我要求法庭 将我的案子公开审理 只有公开审理 我才会对受害者家属 有一个满意的交代 即使死 我也要死得堂堂正正 死得明明白白 不能就这样去死啊 因此 我最后提出一个要求 将我的案子 公开审理 三审 经省高院审判委员会 讨论决定 终审判决 撤销一审 判决对乔建国 犯故意杀人罪的量刑部分 其余部分 维持原判 判处乔建国死刑 缓期两年之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乔建国 掏偿杀人 手段如此凶残 本来肯定是必死无疑 那么为什么不枪毙呢 上海的陈明律师 说得很好 本案中 乔建国虽然是雷犯 手段残忍 民愤极大 但是 有些关键事实 没有证据 只有口供 没一起死刑案件 一定要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审判程序合法 经得起最严格的推敲 对于罪行 虽然严重 但依法不是必须 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的 就不能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乔建国被判处死缓后 很多人表示了疑惑 首先呢 是乔建国的律师 律师认为 两起杀人案件 警方都没有掌握 直接的证据 比较奇怪 第一起案件 因下雨 可能没有留下指纹 足印 血迹什么的 第二起案件 现场保护的比较好 凶手又没有戴手套 理论上 不可能不留下 任何的证据 最终 却是没有证据 只有乔建国的口供 和证人的证言 老板娘明某 也有所怀疑 认为 可能不是 一个人所为 她说 小花出去不到 五分钟的时间 我突然听到 哇的一声惨叫 赶紧跑出面馆 寻找小花 此时 我发现三个 行迹非常可疑的青年人 正站在附近的路边上 听到我的呼叫 有人大声咳嗽了几下 等我从厕所返回 面馆附近时 已不见这三个人的踪影 当时由于紧张和害怕 我也没敢多想 事后想起来 这三个人 好像给什么人打案号 现在想起来 真是觉得毛骨悚然的 医院的刘百副主任 也有所疑惑 这一病例啊 是我从一三十多年来 闻所未闻的一起 重大的伤害案 凶手的作案手段 确实到了 令人发指和震惊的地步 根据我们临床判断 小花的小肠 是他人用手从下身 直接拽出的 根据案发前后 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判断 作案凶手 很可能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因为啊 即使是一个具有相当水平的大夫 也不可能在十分钟内 完成从下身 找到小肠的工作 而小花受到了创伤来看 凶手不仅十分准确地找到了 而且还在很短的时间内 找到了伤害要件 同时 盖案可以排除 力气的伤害 因为力气 不可能在同一时间 伤害多处 而小花的小肠和阴道内 多处受到严重伤害 肯定是用手 去拉扯的 那么 毫无医学知识 也没有杀牲口经验的乔建国 能够熟练地完成掏肠吗 一个普通人 根本都不知道 能够从阴道内 扯出肠子 乔建国的女友也认为 马上就要成为灭店老板 和新郎的乔建国 仅仅因为谈朋友爽约 认错人去杀人 简直不可思议啊 第一次作案 他和受害者阿林 仅仅因为是谈朋友爽约 并没有什么刻骨的仇恨 就算再生气 乔建国犯得上杀人吗 全中国有过这种先例吗 就算杀人 也完全可以将人掐死了事 以乔建国三次坐牢的经验 肯定从育友那里 知道怎么彻底杀死一个人 况且乔建国 一米八级的大个子 杀死一个小女孩 还能杀不死吗 用得上将肠子掏出来吗 至于第二个案件 就更奇怪了 乔建国就算和按摩女友摩擦 也没有什么深处大恨的 不过是轻微的撕打 这就够得上杀人吗 况且 听到小花的喊叫以后 他明明发现认错了人 为什么还继续掏肠杀人呢 如果说是为了灭口 小花在黑暗中 也没有看清楚他的脸呀 只是看清了轮廓而已呀 已经将小花掐晕了 乔建国自己掏走就是了 犯了上花费不短的时间 去掏肠吗 之前已经和小花 有过撕打和喊叫 乔建国难道 就不怕有人过来查看吗 乔建国的家人还认为 如果是乔建国干的呀 他不太可能自愿下楼投墙啊 已经被包围在家中了 他又不知道警方 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 如果是他做的案子 连杀两条人命 又是如此残忍的杀人 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那为什么乔建国还能够在我们的劝说下 自愿投案呢 还不如干脆自杀或者拼了算了呀 更奇怪的是 乔建国的哥哥突然意外地自杀了 当时报纸记载 12月8日上午11点40分 也就是乔建国一审被判处死刑后 乔的大哥乔建民 从其居住的七楼跳楼身亡 有人说乔建民在吸食毒品 自杀也许源于吸毒 也有人认为 是因为乔建国的案子和家人产生了矛盾所致 因此 乔建民自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包括警方在内 无人知晓 乔建民多年吸毒 大家也知道 吸毒的人出现幻觉时 什么事啊 都能做得出来 大家随便搜索一下 看看吸毒后 抱着两岁女儿跳楼的 童死三岁儿子的 弹死亲生母亲的 二百刀戳死女友的 甚至什么切斧自杀 举火自焚 点燃煤气自爆的 也就不算什么了 他呀 没有弟弟乔建国的好运 没有遇到知心的女朋友 也没有一个马上就要开张的灭店 那么 最后只说一句 在黑暗中 让两个亲兄弟 并排站在一起 陌生人 能够分辨出 谁是谁吗 甘肃掏肠恶魔杀人案 全文完 遇到 你 这